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亚晴 欢迎您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报 我们大家看到了这次的世界杯足球赛 真的是世纪大对决 而今天要来讲到的 如果说现在已经说柯文哲出现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讲柯文哲胜 这当中民调胜了出来 可是数字是保密呢 你可以看到的 我们还讲说柯文哲是不是就对上了连胜文 还要讲未定 因为下个礼拜三 在民进党最后才拍板 还是有很多问题 可是今天还有新的发展 就是说叶士文 叶士文今天第三度的被约谈 约谈结果会是如何呢 比如说柯文哲到底能不能够代表民进党出来 比如说叶士文到底能不能讲清楚说明白 到底整个的弊案是如何 我们大家都要痴痴的等 痴痴的等 这两个事情都要痴痴的等 可是很多事情是等不了的 什么等不了呢 你可以看到像是收费员他们的抗议 今天上了国道高速公路 就刚刚的你看到有人哭昏 哭昏倒在现场 这样一个情形到底我们政府有没有看到呢 可是今天我们再来看到的 大家说今天巴西 世界杯足球赛 他第一个当然是踢出了首次的乌龙球 可是我就看到他踢踢的当然是很厉害 巴西队是强队 最后是3比1领先 可是我们要讲到的是 巴西可以说 他是这个贫富差距非常之大 为了这次的世界杯 全巴西大概问题很大 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我们台湾是不是也贫富差距很大 今天公布的最新的监察院的报告当中 赫然发现 现在要查弊案的廉政署的长官 就是法务部部长 罗颖雪 他很有钱 他的身家是上亿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这是今天公布的 房贪的这整个的肃清内容 我们不是说他有问题 他真的我们大家羡慕他 很有钱 他刚四点半也开记者会说 是他老公赚的 那么为什么瞩目呢 主要就是将一话 昨天才说 要由罗颖雪来指导 整个的廉政署 推出一个正本专案 清查将近四年来 重大的工程弊案 一千多件 可是今天财产出来 他说最新记者会 他说是先生赚的 不是我个人的资产 他在IBM红海当主管 而且领了退休金 那深圳的房产 也是在富士康工作 需要才买的 那我们来看看他的身家 可以说钞票存款六千六百零四万 有价证券一千三百五四万 信托上市股票是两千四百二十万 还有珠宝啦 古董啦 字画啦 房产大陆深圳一笔 台北市松山信义区有四十九平的一笔 新北树林有四笔 另外也是好野人的 还有谁呢 就是前国安会的秘书长 袁建生 袁建生的身价也是一点二亿 你可以看到钞票存款是四千多万 有价证券是四千多万 美国两笔的房屋呢 一百二十万美金 一共是三千多万 他过去长年在国外 在美国有房子 这也其实不算什么 可是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的官员 都是口袋卖客卖客的时候 对于老百姓讲说 我一个月多少钱 我现在的薪水活不下去 比如说你给是个收费员 说没合到远通给他的工作 可是他们说呢 我一个月都不能够休息 然后呢只有二十K 你叫我怎么做下去 这也是问题啊 所以我们在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您可以看到的 在今天啊 我们每日一起的就是神马政府 我今天才知道问讯 神马 神马是什么呢 据说是据和谐之后 在2010年大陆爆红的网络用语啊 神马就是说什么之外呢 神马都是浮云 有一种负面的感觉 就是抱怨感叹 抱怨感叹说什么政府呢 你看看 在今天收费这个收费员啊 三个字 他是呢 自己来救自己 但是722个会员当中 581个人失业 可是叶匡时啊 今天就拒绝见他 所以他们今天是 从金华酒店又到了 林口交流道 今天晚上是不是要到交通部 你知道叶匡时说什么 实在是没费没费 他说哦 干嘛要见我啊 重点不在会面啦 有问题啊 请你上国道高工局的网站 这什么话啊 这是我们的长官吗 另一方面再来看 第二次是什么 自禁区 是不是自禁区 今天啊 太阳花会不会再开 因为今天啊 立法院的临时会 所有国民党的案子都过了 但是所有民进党的案子都封杀 我们讲的是要 在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临时会当中 讨论什么 所以国民党26个案子 全部都可以列进去 可是你可以看到呢 再还有一个是自什么呢 自嗨啊 张志军访台 有人说他来到底是干嘛 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国家 自己救 台湾民众反弹很大 他要来呢 他要来 他要见谁呢 他要见的 包括了朱立伦 可是没有好龙兵哦 所以他要见朱立伦 而且他要见这个陈菊啊 所以就说 他这次来的四天 到底要做什么 有一点我们特别要讲到的 香港 观众朋友 刚才说 比较没有印象 为什么要讲呢 香港有一个叫做 长矛的梁国雄 他是港版的612太阳花事件 他呢就是要入狱 他是一个香港的议员 事实上当时进入到立法局当中的三个人 也全部都在今天被呆了起来 所以感觉出来呢 大陆方面就说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可以学台湾 我就是要控制你 我就是要掐死你 另一方面再来看到 抢谁的钱 你看看啊 官员A的是活人钱嘛 活人钱 今天呢 连国民党的这个党员啊 也是国民党的立委 就说 哎 检方赶快来传唤吧 传唤江仪化 传唤嘉仪化可以吗 还有就是 你现在扣的是死人钱 扣的死人钱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 这一次处理车祸不幸死亡的 吴洪瑜父亲 在今天很难过 今天又刚好是警察节 马英九总统参加警察节的活动 提了两次学运 就是不提 到底要不要给他 因公殉职 百分之五十的抚恤金 还有我们要看到的 你斤斤计较 对我们往生的远景 你斤斤对脚 对于这些收费员 可是你看为什么我们科技部 教授们的补助 八宝州可以补助呢 你现在呢 劳动部 经济部 说要加薪再给你减税 今天我们要告诉您 诱因不大啦 真的中小企业的老板 会调薪吗 很难啦 为什么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山雨欲来丰满楼啊 大家水人过世命 我们看 明天 先给大家说 今天晚上入业之后 就开始大了 就是台风 因为热带低气压已经是形成了 那么这个台风呢 周末可能会形成第七号的台风 包括了恒春 东南部 绿岛 蓝雨 大家在看年代晚报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哦 等一下晚一点要看看房台的这个部分 而在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的 这个不管是谁A钱 不管是哪个官员这么有钱 可是在我们的角落是什么 花莲有一个罕见病的少女 她呢 是一个神经肌肉微缩的罕病 家里很穷 可是妈妈说 每次她一发病她就会哭喊说 妈妈救我 妈妈救我 我要活下去 他们就舍不得 就变卖了家产 再怎么样都要来救她 你知道她的爸爸打零工 养五个小孩防污底呀 在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当中 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悲惨故事 可是 政府看得到吗 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新闻重点 好 今天新闻重点呢 我们讲到的 大家都说拼选举嘛 拼选举啊 拼查弊案 可是查弊案呢 查到最后 我们真的要讲的 陈明毅讲的没有错啊 为什么干脆不来约谈 将一话好了 当时你拿到的黑函是什么 为什么你拖了两三年之后 才来处理叶士文的这个事情 当中的内幕在哪里 全台湾的民众都疑点重重 你干脆把它讲清楚嘛 另一方面我们要来看到的 就是柯文哲出现了 可是柯文哲出现赢了姚文志 但问题是 他能够摆平党内的纷争吗 民进党真的会创下纪录 台北市长的选战 薛熙 是这样吗 我们的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 大家就说 在今天真的是一翻两瞪眼 我觉得昨天也一直在等待说 看起来杨文志跟柯P之间有在拼 而且柯P又讲说 我如果民调赢没有超过你3% 那我就不跟你争了 结果今天很奇特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不讲数字 我们不讲数字 他们在今天讲到的 所以大家猜说一定是赢3%以上 今天我们算出来可能10% 为什么这样讲呢 你看今天中午 昨天晚上民调出来 以后没有公布嘛 那今天早上本来11点半要公布 结果呢12点的时候 他们出来了 出来以后大家就握握手 讲一讲 总之呢 就是说柯文哲在这一局当中呢 是获得胜利 所以呢他两阶段评比当中 应该柯文哲就是要代表 不能讲代表民进党 因为他不入党 就是说他要来作为友好的在野大联盟 他要出来参选台北市长 可是呢姚文志说 他希望下礼拜三 党中央也能提名他 所以就觉得很奇特了 数字不公布 为什么下礼拜三送中职会 可是今天还有变数吗 你看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柯文哲他也接受电视的访问 他说还要整合在野大联盟 继续努力啦 下礼拜一会开会讨论 那我们来看看 他这一次的评比 是什么民调公司呢 一共有三家 包括了民进党 包括了山水 包括了全方位 可是他们对外都没有讲 可是风传媒 倒是爆料出来说 总之呢 柯瑶两个人的差距 大概这个10%是我们算的 他说柯瑶两个人都是赢 连胜文的哦 你看像是柯文哲跟连胜文 是赢15% 姚文志跟连胜文是赢5% 那当然我们知道 我过去学过民调 我们不能够这样子 因为他比的对象 这样我不能说 15% 5% 所以他大概是赢10% 就是说虽不中意不原意 可是你不能这样算 我们只是说大家的猜测 总之是超过3%以上 那你可以看到呢 今天这个连阵营的发言人 钱振宇就说了 他说听听就好了 不用太认真 其实在这里大家就说 不就是科批了吗 就科批了吗 不过问题又很多 什么问题 你看今天才刚刚12点 记者会一结束 不到一个半小时 沈富雄他就出来开记者会 他就是批他们两个素人 而且他说呢 他下辩论战帖 可是他仍然也不是代表民进党 所以他也是无党籍啊 他说素人搞政治 没有品质保证 所以这代表什么呢 但是一般认为 他是不是出来乱的 可是这个问题在哪里 第一个 沈富雄的问题之外 还有柯文哲不入党 律不提名礼让 所以就是民进党能不能够 就是真的为了赢 我不管你 我就是不要提名呢 还是姚文志 他的两阶段整合当中 跟柯文哲之间有没有心结呢 还是姚文志 会不会去当柯文哲的副手呢 怎么辅选呢 另一方面不要忘记 民进党在台北市的 议员的部分 国民党名单都出来了 可是民进党还没有出来 也就是说呢 不同的派系当中 不要忘了 顾立雄还有一个派系 不要忘了 吕秀莲也很不爽 到时候他们能不能够 全力的来相挺科批 这也是一个问题嘛 那我们再来看到 昨天其实就有一点这个 好像是余波荡漾 因为昨天晚上十点的时候呢 段宜康就已经发了一个 Facebook说 民调结束了 明天可以团结了吧 这句话很特别 十一点的时候呢 洪志坤也说 开放政党市民作主 再也整合 所以他们昨天晚上可能就知道 这一次的民调呢 应该就是科批获得胜利 可是我们要看 这个情形还没有完全解决 是因为到底是不是 吕秀莲或者是 沈富雄都会出来选呢 我们的报道就来看到 今天整个很劲爆的内容 就是这算不算 已经是拍板了 柯文哲跟连胜文 要来个世纪大决战 我们宗旨会 这个拥抱的次数也会讨论 我们会是最后的拥抱 会是最后的拥抱吗 因为民进党台北市长 第二阶段整合结果出炉 确定由台大医师 柯文哲出现 经过一夜电话民调 柯姚中午 一前一后现身民进党党中央 两人闭门会议亲自拆封 决定是否公布数字 在上面大家都讲 有民进党中指会来处理 我们就不要在外面自己讲 民调信封卧的 仅仅说什么保密到底 但根据了解 两人采对比是民调 对上国民党连胜文 姚文哲胜出五个百分点 柯文哲胜过十五个百分点 柯P明显胜出 让他第一时间对党内人士说 以后肩膀弹子更重了 且毕竟还需要跟民进党中指会 拍板定案 对手连阵营也不想长他人置气 民进党的民调 我们听听就好 我们不用太过认真 因为他们也没有公布 实际的数据或是数字 所以我们还是会依照自己的步骤 柯P最快周一先跟姚文志 阵营会面讨论如何合作 接着还得面临党内杂音 和在野阵营排山倒海批评声浪 柯P这条参选路 只会更加举步维艰 简章中黄采 联孙小组台北报道 而在今天还有个大事 我们看到呢 真的是国道史上第一次的 我们看到收费员的抗议 结果上了国道当中 真的是非常危险 不过要跟大家讲 刚刚有一个最新的状况 就是呢 终于叶框石要见他们了 刚刚就是国道高工局局长的 陈彦博说 这个月底之前会尽速安排 叶框石跟工会的干部来碰面 绝对不会跳票 这个讲完之后呢 他们才撤离到国道 我想问的就是交通部长叶框石 为什么你要这么大牌 为什么不肯建这些收费员呢 好好的沟通也是一个方法 你可以看到今天可以说 整个的部队 他们是从台北市打到领口 您看到的在这里 已经是决战第六天 露宿街头没有人理他们吗 六月十三号今天早上九点钟的时候呢 那么他们就特别跑到了 精华酒店要来找叶框石 大概有四百名的收费员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刚好有一个会议嘛 在这个当中有一个会议 那叶框石是必不见面 这是一个观光发展会议 然后呢突然之间 十秒之内有一个男子 他突然就宠进了饭店当中 他马上就被脱离了 那么他喊了一句话 他说叶部长只会喝花酒 不见收费员 你说的也有道理啊 对啊你都宁可去唱歌喝花酒 为什么不见收费员呢 再来看到呢 上百名的警察也很辛苦 在现场维持秩序 我们要讲到这里 特别来讲 昨天晚上就一个园警 疑似因为这样就中风就倒下来 所以园警也是很辛苦 尤其今天又是警察节嘛 但是我们来看到呢 你就是在于什么 你的长官就不出来啊 叶框石你就出来面对啊 终于你可以看到他今天早上 不出来以后他还跟讲什么话 他说收费员你就是一年一聘的嘛 国家不可能安置啊 重点不是见面的问题 所以你看他就是不肯见面 所以他们一转弯之下呢 从这个台北市当中就转到了领口 转进到领口当中呢 就进到了国道一号的领口 南下的这个杂道 邪汉国道国家官场 土力远通啊 科技杀人 扬言就要冲主干道 那主干道是非常危险嘛 所以在现场警方就有24个警车 在这边待命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12点多你看整个的南下 交流道封闭 警方拉了封锁线 国道大家坐下来抗议 后来呢 因为就被举牌说是违法的行为 可是你可以看到这情形 还好是后来高工局的局长 陈彦博说 我事实上 我会跟你保证 一定会见到叶框石 大家才肯散去 那我今天要讲到这一点 其实在这个事件当中 远景很倒霉嘛 然后收费员也很无奈啊 那为什么我们的交通部长 叶框石是这样子 我就讲难听一点 如果今天是财团要找你 你马上就去了 根本就不会这样子嘛 而且今天还有个事情 跟叶框石有关 年代表报一定要讲 这真的让人家无法忍受 今天有个新闻说 监察院啊 嫌检调办一些弊案 工程弊案 办的实在是影响他们的失证 我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会这样讲呢 而且监察院 竟然还发公文 给法务部说 你告诉一下 你们那些检察官 不要办案子 办成这样子 这我们公务人员怎么做事 这公务人员不是就是常要人家办才可以的吗 竟然这样子 结果呢 监察院的这个监察委员啊 李富店大爆料说 这是交通部长叶框石给的资料啦 就是说你一些工程弊案啊 怎样怎样又怎样 所以我们呢 这些公务人员很难为 可是我要报告一下 叶部长 交通部工程弊案 本来就多如牛毛嘛 啊你现在还要嫌人家说 办的调查太多 这什么心态嘛 你要看看你怎么样处理这么简单的 光是工作的问题都处理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年代晚报 要送给叶部长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请叶部长先刮刮自己的胡子吧 这个问题如果你早出来面对 也不需要大家呼隆了这么久 让他们这么累 警察这么累还要累到昨天中风 我们看以下的报道 叶部长不要抛弃老员工 不要抛弃老员工 史上头一遭国道收费员 走上高速公路占领交流道 有没有人告诉远头说 现在你们开了职群 我们完全没办法安心去做的 我以局长或全局的同仁 一定跟收费员站在一起 我曾经收获 曾经是高工局的一份子 永远都是我们的员工 请大家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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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叫来救护车送一观察 收费员大动作抗争甚至上演叠对叠戏码 其实背后有高人指点 例如毛振飞 陈秀莲 吴永逸等人 都是摄运界的熟面孔 这次也加入深渊收费员的行列 而这样的举动终于让交通部长叶矿石同意 六月底前跟收费员自救会干部见面 大家坐下来谈尽快结束这场无限期的抗争 记者林玉杰 薛刚志 王家庆 SNG 新北市报道 而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 您看到这个国道高速公路上面 这样子一个危险的这个场面 对于他们来讲情何以堪 过去他们是几乎一年都很难回去过节 都在那边帮人家来搜这个搜券子嘛 现在他们没有工作了 没想到最后要见交通部长 还要上到他们原来工作的国道高速公路上面 我们再来看一个 还有说现在政府在办这个弊案 办的到底怎么样 你这些对这些收费员是这样 可是对于弊案你查的是查真的还查假的 今天我们来看到第三度的约询叶士文 我不知道到最后会有第三十度约询 你到底有没有约出了什么东西 今天叶士文 报说是有施压投标 而且有两面的这个手法 一方面施压 一方面是左右评委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九点钟 他在北索上车戴着口罩 看起来气色就是不太好 因为他们说呢 他的血压一直降不下来 十点半到了北检开庭 其实我们知道六月十一号 他下午第一次出来 六月十二号上午第二次 那今天呢 六月十三号是第三次 那么您可以看到的 征讯是一点五小时 主要就是女检陈玉平 昨天不是约了五个评委吗 今天就要问说 评委说有没有拿到你的钱 我要跟你再次的来对照 还有你土地取得的这个部分 另一方面有两个发展 第一个发展就是要对于叶士文的女友 陈立玲 看能不能策动她来当污点证人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蔡仁慧的部分 蔡仁慧她因为完全没有完全土石 所以她不能够当这个污点证人 所以这整个事情的发展非常的奇特 那您可以看到接下来会有什么发展 就是说到底叶士文跟蔡仁慧 会不会A7案大对峙 因为呢蔡仁慧说 事实上她有帮这个远雄拿600万给叶士文 叶士文本来都不认 但是呢她说啊 只拿到400万 赵腾雄是完全不认 赵腾雄的律师今天绿见了赵腾雄 她说对于何一宅造成社会的纷扰 感到非常的抱歉 可是问题是 这个光是400万600万的事情 怎么会兜不拢 应该呢很快 不是在明天可能下礼拜一 就要来进行对峙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叶士文的手法 她是两面手法 两阶段 一个是左右评委 一个是施压厂商 左右评委呢 就评选第一阶段要80分以上 她就安排了9个评委 然后5个外聘呢 然后全部她掌控 故意三个人缺席 达到一个最低门槛 然后呢 另一方面 第二阶段 她就能施压厂商 要他们说你价格不能够标太高 所以你价格不能标太高 因为她掌握了航空城 大家怕她嘛 就价格写低一点 价格写低一点 那就保证谁 保证赵腾熊的远雄 一定可以得标 在巴德岸得标 所以现在是不是近期 会传唤投标的业者 来了解当中的情形 那如果这个属实的话 那么叶士文就不能够推说 这都是评委的决定 因为这样子的话 她就变成是违背职务罪 赵腾熊的违背职务罪 是7年以下 她不是公务人员 叶士文是公务人员 她的违背职务罪 将是10年以上 最重是无情 而且呢 可以併一颗罚金一亿元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说 这事情大条 还有张约谈不是说五个评委吗 年代表报特别注意到 在这里面为什么 一个前局长这么的嚣张 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前桃园县的 城乡发展局局长 吴启明 我们不认识他 但是我们为什么特别讲出来 因为现场记者都议论纷纷 他呛记者说 记者又怎样 其实我们要讲说 记者没怎么样 我们记者只是非常卑微的 我们代表民众 希望你能够讲清楚说明白 你到底有没有介入这个事情 而且我们知道呢 吴启文已经过去呛过很多记者 说我要告你 我要告你 可是你应该要讲清楚说明白 这整个的问题到底是怎么样 好 我们就来看到一下今天的现场 今天可以说呢 赵腾雄的第12天很难熬 可是夜市闻第三度的约谈 为了厘清八德合一宅弊案 检方第三度提训夜市闻 穿着咖啡色上衣和卡其裤 步伐显得缓慢 根据了解 这次借题就是为了厘清 白手套菜园会12号主动攻出 替远雄行贿600万元 但夜市闻先前却说 只拿到400万元 到底谁在说谎 检调也不排除 安排两人对职 另一方面 检方还打算策动 夜市闻的帐房陈立林 转为物件证人 有帮忙收钱还是送钱吗 那这是台湾扮演的角色 是什么啊 但多次密讯 陈立林对夜市闻 涉她案情坚不吐实 除此之外 检调除了在12号 约谈五位评委 另外也可能在禁运内约谈 当初参与投标的 国阳 日晟生 力宝 远雄 黄翔 五家建设公司 厘清投标过程 那今天是不是带了 哪些东西来看 就只是一些水果跟鱼肉而已 赵春雄 卫春雄 遭羈押第12天 两人的家属 还是几乎天天到看守所 送上日用品 对于被羈押的这四个人来说 未来恐怕还有一段 漫长的司法攻防战队 天天上演 记者综合报道 而我们要看到呢 我们的政府 到底对于民众 现在的生活 是不是有感的 其实大家今天有看到新闻 很多报纸做头条 就说未来明年 如果立法院过了的话 是不是可以加薪 加薪是有条件的 怎么说呢 您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我们正要讲加薪的时候 我们有个新闻要告诉大家 这是国际当中的 这个期货 期货呢 已经都出现了 黄小玉下跌 为什么年代晚报 要讲这个黄小玉下跌 现在全球 就是黄小玉 这些所谓的 期货原料下跌的时候 我们政府 有没有注意到 物价是不是应该要跌呢 为什么每次 期货涨 我们物价就涨 期货跌 我们就不跌 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这里这是台湾 台湾的这个小玉西瓜 是跌在这个小玉西瓜是一回事 可是我讲的黄小玉是什么 黄豆 小麦 玉米 你看玉米 国际的期货 它今天看到是小涨0.7 可是它已经连跌四个月 现在是止跌 再来看到小麦 已经下跌了 0.7% 是收黑的 黄豆价格是大跌 跌了2.1% 跌了2.1% 联合国统计 全球五月份的物价 是连跌两个月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 吃吃的等 台湾的物价怎么没有反应呢 所以我们大家只是看到政府 或者是说公平会 未给我们这个新闻说 三大鲜乳 联合涨价罚3000万 公平会获得胜诉 你本来就要罚的 可是上次四次超仓的 这个咖啡涨价 你是败诉的 而且呢 IPP 民营电厂 你也是败诉的 你像一个3000万的罚鲜奶 就告诉我们说 你好像很厉害 可是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的物价稳定小组 今天年代表很不好 跟大家报告 我相信官员应该 他们说官员不知道期货 我们就报告一下 我跟你讲 这期货现在全部都是跌 所以你物价应该要跌 你要看看有没有跌 回到这里 我们看到的 真实的状况是什么 真实状况你告诉我们说 有望加薪 大家在高兴 可是这当然是一个诚意 行政院通过一个 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的修正案 就是说 如果你中小企业 帮员工来加薪的话 你加薪的这个幅度 可以 比如说你加薪就是100块 他就被130块来扣抵 那这个算法就是说 你看加薪100块 你可以扣抵130块的税额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这个中小企业 是有条件的 中小企业是小型的公司 那全台湾中小企业 大概是有43万家加薪的话 就有280亿万人受费 可是中小企业 他们不太愿意的原因是说 你现在退我的税 或者减我的税是一年 可是我加薪是永久的 所以大家意愿大不大呢 你看张家柱说 整个案子希望在立法院下会期通过 希望明年能够实施 问题在于大型企业是不适用 可大型企业之前也减了很多的税 他们不适用 那你再看到第二个问题 你是加本凤还是加津贴 加本凤才有用 加津贴的话 我的年终奖金什么都没有影响 还有你基层员工 到底要怎么样来定义 什么叫做本国的基层员工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 吃吃的等 我等你物价跌吃吃的等 我等你什么 我等你加薪也是吃吃的等 可是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 刚刚为您报道 像罗颖雪 他的财产 今天公布的监察院的最新的财报 廉政专看的财报 他的存款6000多万 有价证券1000多万 大陆深圳的房子一笔 台北市松山有一笔 新北树林有四笔 可是讲到这个 他开记者会说都是先生赚的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再看看 真的人比人气死人 今天爆出来说 五星级饭店当中有专门的密室 给夜市闻这种豪华的豪宴 或秘密包厢 台北市知名像是海峡会 你有去过吗 我没有去过 所以我很多人看到有人抛闻说 我去海峡会吃了什么 我去海峡会吃了什么 他有独立的电梯 预约制的隐秘 还有豪华的水晶灯 大师化作 高档的鲍鱼海鲜 一个人2000块起跳 这对于很多的民众来讲 在吃吃的等的时候 真的是望之向背 保股部长罗颖雪 带着一脸尴尬笑容现身 一开口就是先道歉 我要先郑重向大家道歉 以为今天有什么劲爆新闻 可是听完大家可能觉得很没趣 自嘲自己的资产 根本不值得关注 罗颖雪只花了不到十分钟 解释外界的疑虑 我先生一辈子都是 都是你薪水的阶级 没有做过生意 他先后在IBM 台达跟鸿海工作 最后在鸿海 担任副总经理跟财购长 所以我们所有的财产都是 公司发的薪水跟股票 跟我的公务完全没有关系 翻开街察院公布的财产申报资料 罗颖雪存款6604万元 有价证券与珠宝超过1.3亿元 台北市松山一笔房产 新北市树林也有四笔建物 但最让大家关注的 还是罗颖雪丈夫熊宇飞 居然在中国深圳 拥有房地产 在国外的资产 不是本岛的 就无法信托 就不必信托 而且那个房子 是我先生在鸿海 就是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 那边布置 好我们看到罗颖雪今天 特别针对财产的部分 在下午4点半的时候 出来开祭酒会 不过我们要讲到的 他有没有钱 当然是他自己的事情 可是我们要讲的是 当我们的官员 每个人财产出来 都是上益的时候 我们的来百姓钱又很少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让官员 拿这种拼经济 自己拼财产的精神 让每一个人都有钱呢 你可以看到在今天 真的我们要讲一句话 真的是政府硬干 人民应战 这句话不是我讲的 这句话我是quote 魏阳讲的 就是今天开始 临时会要登场了 而真的是一天一千万 而且在今天敲定了 场内场外的状况是如何呢 你可以看到在今天 这是青岛通路嘛 有这个立法院里面 群贤楼红楼跟议场 今天的重头戏都在这里 旁边都是警察 我们看到呢 先在哪里呢 先在早上九点钟的时候 早上九点钟在红楼 国民党呢 开了一个内部的这个会议 就是说临时会怎么样做 怎么样做 然后呢 民进党是在群贤楼 也开了一个党团大会 他们有20案 一个26案 一个20案 双方都甲级动员 结果到议场之后呢 就进行了攻防 我们看这里 本来是要在10点半的时候 开一个谈话会 结果呢 台联就站住这个谈话会 然后在这站的这个部分 他们就是说呢 反对你把临时会变成常态化 这里面有三分钟爆发冲突 那么当然呢 王金平就出来说 不要这样子 大家回座了 我们大家表达过意见就好了 10点35分讲 然后10点39分呢 谈话会就开始了 开始以后呢 当然火药味很重 你看哈 国民党26案 VS民进党的20案 民进党要提的就是修宪 把投票降到18岁 废除监察院 非核家园 政党法 结果全部都没有过 为什么 现在是包裹表决啊 就是议程是整包的啦 你一包 民进党一包 看看用哪一包 我就会想说 这又不是尿布 怎么你一包 我一包 总之最后是国民党 那一包过关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家就非常的火大 这在场外 这个是在场外呢 黑色星期五啊 魏洋他们就说啊 马政府轻举万为的话 有种就来试试看 可是这样子的情形 会如何呢 不排除有更激烈的做法 但是大家说 民进党你除了霸占主席台 又能怎么样呢 现在大家很怕的 就是防立法院备战 外面的警察都非常之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呢 今天是不是真的会再次出现 318学运的part 2 我们看 今天场外很激烈 政府硬干 政府硬干 人民应战 人民应战 穿着黑色T恤的学生 口号喊得激情 包括民主斗争 民主黑潮 黑岛青等学运团体 再度聚集在立法院 群神楼外举办抗议活动 服务协议 两岸协议建筑条例 这三个东西 不可以纳入临时会的议程 如果纳入临时会的议程 那这个临时会 我们就跟马政府有得完 我们就跟他说 我们等着瞧 我们就在黑色星期五 跟他顺赞临时会 黑岛青 总招魏洋 通批国民党召开临时会 就是想趁机通过 自由经济示范区 特别条例草案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以及服贸协议 三大争议法案 还在门口上演 自经区行动剧 象征自经区 一旦通过 就变成人民的自经区 好我们看到的 就是现场的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要讲的 的确是有个道理 为什么这样讲 如果我们正常的时候 就像你说三餐不吃 你就吃一些零食宵夜 你一定会胖的 为什么我们好好的立法院 开会都不做事吗 什么都要零食会吗 那我们要不要零食政府 那我们要不要干脆来个零食总统 什么都零食不就好了吗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今天说在场外的这个部分 你看看 警方也是非常的紧张 在今天呢 加派警力之外 今天上午 刚刚看到魏洋在场外 下午的时候呢 蔡丁贵教授又再次出现了 所以整个的行政院 立法院双方拉警报 可是你看到啊 正报有理吗 324这个部分 今天是警察节 可是我们看到一个 非常讽刺的场面 是什么 讽刺的场面呢 就是在这个南台湾啊 你可以看到市长黄敏慧 他本来是要来办一个 所谓警察节的活动 结果没想到 你看在这里竟然是什么 竟然是有小孩子 戴着他的面具的脸 旁边是正报警察 所以你就要讲说 全世界哪有警察 用这样子正报警察来庆祝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真的是非常的奇特 讲到这个呢 我们还要来告诉大家 更奇特的是什么 更奇特的是 我们在台湾 刚刚说饭店里面 有专门的房间 来让叶士文这种人来使用 可是你知道 我们的老百姓是如何吗 今天大家看到 巴西三比一首胜 对不对 可是巴西的状况 是贫富差距非常之大 你看看在这里 这个是巴西跟我们 今天年代有报跟大家来看 你不能只看球赛 我们再专命一点 巴西来再专命一点 金砖四国 10%是中上阶层 享有全国民所得的47.5% 那5%以上是低收入的阶层 贫富不均 他投入110亿美金 办世界杯足球赛 归宿延宕民生建设很严重 所以他们游行示威罢工 这是在光鲜亮丽之下看不到的 可是你看看台湾 我们也跟他不遑多让 1%的顶尖的人 年收入1077万 99%大概是有的最低收入是 一年是78万 那你这样子怎么做呢 但是我们台北市 还是要烧400亿来办市大运 我们还有贪污 我们还有行贿 我们还有弊案 所以今天有个新闻 我们觉得很奇特 这个新闻是什么呢 这个新闻就是说 讲到你看看 竟然有这个两个人 为了要抢一个大学生700块 把人家抢 把人家拖 把人家倒 我说有这么的严重吗 我们再来看到 刚刚讲到的这个 这个是什么 你庆祝警察节 用这种正报警察的方式 让民众看了 情何以堪啊 正报警察暴力镇压太阳花学运 在嘉义 正报警察是这样子用的 就在警察节这一天 嘉义市警局在门口铺上红地毯 派出阵报远警在红地毯的两端 高举警棍 执行军方的建门礼 这不是替自己庆祝 而是要迎接市长黄敏慧 民众呛瞎 警局把学运的阵报方式 拿来当作庆祝 我深以为耻 借了这个机会 来展现我们警察同仁 来维护整个嘉义市民的一个 生命财产的安全的决心 市长黄敏慧开心过建门礼 双手牵着两个小朋友 头上戴着的画像就是黄敏慧 网友也不满 跑红作秀做过了头 质问难道是造神 小朋友之所以戴市长的头套 是我们的创意 好 我们看到的 就是现场的这个部分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真的啊 你为什么要让小朋友 戴你的头套 然后旁边是镇报警察 其实如果说 我们自己从第三者角度来看 这都会引起争议的 广告就回来 我们来看看 你知道江仪化 为什么在昨天提出了一个 证本专案 证什么证什么 以前不都有这个专案吗 证本专案他要查的是什么 他要查的是过去四年相关的 这个工程案件 有可能吗 还有在今天说 要来加薪的立多 为什么江仪化变吞乐 立多小江 难不成因为现在有呼声 包括蓝绿在内就说 干脆约谈江仪化 谈一谈叶士文的弊案 到底怎么回事 广告就回来我们要来看到的 张志军要来到台湾 他为什么要特别见朱立伦 他为什么不到台北市 以及要告诉您的 今天传出来的一个说法说 马总统被形容 金普聪告诉他 你是大船离港了啦 你放手吧 让朱立伦直接去选2016 真的是这样子吗 广告就回来我们看看 今天的新闻跟目光之城 有什么关系 还有今天的新闻跟习近警 他有点老 这首歌吃吃的等 这歌词实在太贴切了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晚报的现场 我们要来看到 在今天大家关心的这个话题 真的就是 这个选举就像球一样 这也是一个世纪的争霸战 世界杯足球赛 巴西逆转胜3比1 但是我们来看到 这个头版讲的是柯文哲 大家都等待柯文哲跟姚文志 结果柯文哲胜了 那现在就是柯文哲跟连胜文的对吧 那我们看到这个 当然大家就说 这次的台北市长的选战会非常激烈 可是我们在今天还看到一个问题 不管谁选上台北市长 因为毕竟就不是选总统 我们不要讲这些形而上的修宪 或者统独的问题 我们要讲讲 怎么样让台北市民过得好 同样的其他的县市 今年底的七合一 九合一 也是一样吗 真的你看到 我们的政府 有时候让人家觉得不食人间烟火 为什么 你对于一般民众的事情 你就斤斤计较 你对于扭力的事情 你看看 目光之城 目光之城还有这个什么 八宝洲都跟科技部有关系 你科技部乱报这些工厂是不是太夸张了 你看监委查出来的 像是赵荣耀 马秀如跟陈永祥查出来 说这科技部当中 这些大学教授 有18件 11件福报 是不对的 那现在他们说 科技部次长说 我会虚心 然后我把钱追回来 你追回来就可以吗 我们这样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你教授这样做实在也很夸张 这还是助教的问题吗 可是你们可以这样子搞吗 你对于警察到底是不是英勇殉职非英勇殉职都斤斤计较 这个怎么讲呢 比如说在这里台大医学系的教授黄天祥 抱歉把你讲出来 这里面你就讲说像八宝座这些食品一万八千块 还有呢 中央大学教授杨洁琪啊 他这里面这个语言学习计划买这个什么 这叫什么 我看不懂 行男大主厨 这个有相关吗 我也不懂 还有这里呢 就是看到这个平谱规划的配置 这里面的焦大教授梁教授呢 他买的就是说暮光之城啊 还有呢 台股风云起 这有什么相关吗 还是你自己要看而已 另一方面台大教授呢 柯承恩两月之内密集买了碳粉夹 不碳粉夹说真的 他可能是有需要要影印了 还有呢 14个月之内国内出差的旅费 这是中心大学的林耀东教授 所以我们这出差 是不是跟这个整个科技部的研究有关 我不知道 总之这个东西让人家觉得说 那你今天来告诉这个爸爸说 我要看看呢 你的儿子当时死的时候 是不是因公而死 是不是因勇而死 真的是斤斤计较 我们就讲公务人员的抚恤法 因公殉职的话 你有百分之五十%的加几 你因公死亡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这个部分也要来看吗 刚刚呢 就说朱立伦有去看 他说会把争取 把这个无性远景 放在新北的中列词当中 可是我们要报告一下 朱市长 这重点不是说中列词不中列词 大家觉得说 我最实际的就是钱的问题嘛 那我是不是因勇因公殉职 你就这样讲啊 为什么要变成说跟他斤斤计较 今天马英九总统 今天刚好是警察节 马英九总统参加警察节的这个活动的时候 对于这个问题啊 笑而不答 他觉得这个东西他都没有提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说 真的让我感觉到这首歌 刚刚我已经被我们同事笑了 但是我还是可以哼给大家听 因为可能这个歌很老 就是我刚刚说习近平唱的这个歌 不是习近平哦 习近平哦 老歌新唱的痴痴的等啊 因为你可以遵命一点 我真的觉得那种 我小时候就觉得歌词写得太好了 看不到天上的云啊 见不到街边的灯啊 黑漆漆阴沉沉啊 你让我在这里痴痴的等 这个歌怎么唱 不知道是早晨 不知道是黄昏 看不到天上的云 见不到街边的灯 我以前小时候就很爱老歌 总之这个会后面这一段 我觉得实在是太悲了 会不会你再来 要不要我再等 恨也深爱也深 我还是在这里痴痴的等 这真的有够悲情 但是不是讲到说男女之爱 我们人民对政府 我不是痴痴的等吗 我等你加薪 我痴痴的等 我这收费员等你这些钱 等到最后我要上了国道 在虎口当中 才能够见到你 这个业大部长一面吗 今天终于说可以让他见面 你看看哭到昏倒 有必要这样子 真的是痴痴的等太悲情了 而今天呢 我们的论述要讲的 就当人民在痴痴的等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勇敢起来 我们跟联时会来宣战 我们今天要跟立法院的联时会宣战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立委有讲到了 他说如果封存考试院的话 可以省9.9亿元 那如果封存监察院的话呢 可以省16.2亿元 那如果封存立法院的话 可以省33.7亿 一年就省33.7亿 干脆把立法院封存起来好了 因为为什么呢 你平常开会都不办事啊 然后就一直开临时会 然后我想请问的是 高度争议的法案 比如说像福茂 像至今区 像两岸的监督条例 怎么可以纳入临时会 临时是temporary temporary就是临时 那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那我想这样子 如果大家都到临时会来过重要法案 那我们要非临时的 正式的立法院院会干嘛 那到底不是到最后 就是没完没了吗 你要开几次 我们就一天给你1000万 就这样子开下去吗 而且我们还要讲 我看到一个荒天下之大吉啊 之前不是讲说 我们数学 数学的学分要减少 对不对 后来教育部发了新闻稿 他说我不是啦 我只是把选修里面 有四个学分 变成是必修的选修 什么叫做必修的选修 选修就选修 必修就必修 他说必修的选修 我真的要讲说 你们到底是要干嘛 那我们可不可以讲说 现在是有没有一种 是叫做无耻的无能 还是无知的无耻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看以下的报道 好 讲到这个 我们就要讲说 那到底这个政府讲出来的 这个政级专案到底是什么 先看到这里 为什么江一话 要昨天提出政级专案 他是不是感觉到这个氛围 可能这个火会烧到他身上 我们不是怀疑江一话 而是江一话 只可能也要被约谈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大家要讲的 就是说 那你到底有没有隐匿呢 你到底怎么回事呢 昨天的节目 新闻面对面当中 新北议员陈明毅 他就讲 他说我建议 干脆检察官来传唤 或者是就训江一话作证 你有没有吃案 检方请政风单位拿出来 当时拿给江一话的黑函 是怎么样 大家瞧一瞧 讲的也有道理 要不然现在都烧到 什么吴志阳 烧到朱立伦 当时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 那我们就知道 昨天江一话就说 法务部要开始做这个什么 我们看看 就讲说是正本专案 这个正本专案 6月12号到9月底之前 全部都要来清查 我们等一下看什么是正本专案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说 江一话为什么这么紧张 你看看他很难撇清 是因为他之前是内政部长 后来的行政院长 我们把时间全部为大家还原 我们请摄影大哥 自命一点 你可以看到 2009年他上任 2011年 廉政署的前身就盯上了 所谓的朱立伦的署下 一个土城案 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收到了 叶士文的黑函 这个时候 他是内政部长 对不对 可是在4月22号 还是核定了 他的福州宅的标售 那叶士文那时候 是营建署署长 你收到他黑函 你还是合适 4月28号 公告A7宅的标售 你也核定 然后到5、6月 很奇怪 他核定了以后 5、6月就约见他 说人家说你怎么样 好像他是说第一阶段 就有约见他了 所以表示姜仪化 在当时当部长的时候 已经怀疑了 可是你在看到第二阶段 当姜仪化升到行政院长 2012年2月6号的时候 他转任到行政院长的时候 你看 2月8号 进行清廉大调查 为什么 就是因为灵异事的这个事情 一直到9月8号 土城案 未报代要报出来了 2013年的时候 你看这个地方 4月8号就核定了淡海二期 4月8号核定以后 在这当中 可能曾永夫就跟姜仪化报告了 叶士文有问题 可是你核定了淡海二期 你可以说我不知道 曾永夫跟我报告 这是后面的事 可是你前面不就早知道 他有问题了吗 你早知道有问题 怎么不讲呢 怎么不放差呢 然后现在这样子 到6月2号呢 叶士文退休 这段时间实在让人家觉得 没有政治力的介入 很难想象 那4月10号呢 远雄巴德宅得标 5月30号爆发了远雄案 所以大家就讲说 你为什么养到这个时候来报 姚立民 姚神就说了 姜仪化有什么东西 要逼走 什么原因要逼走 叶士文拿出来看看 还有他有什么原因 不告示李鸿源 大家讲出来瞧一瞧 有道理 杨宪宏就说 其实姜仪化不是养案啦 他是养奸千日 用在此时啊 这个话很讽刺 就是说你养奸千日 用在这个时候 我要打击朱利伦 就可以用出来 那所以大家讲说 干脆看清楚嘛 那但是呢 这个法务部这边 就是姜仪化就说 我们要来弄一个什么 所谓正本专案 正本专案一共这四年当中 绝标签约 所有一兆八百二十一亿多元 金额两亿以上 可是我们说这是什么东西啊 一天十二点六案 平均一百零七位 连政官一千多案 一个人分到十三点一案 有可能吗 然后你再看到呢 姜仪化其实不是第一次做这个 二零一二年的二月八号呢 他就有连政的调查 连政调查有查出什么呢 当时查到 因为林一世的贪毒案 他就说所有的政务官 如果三级主管贪毒 连坐二级主管 所以照理来讲 如果现在查出了 叶士文是在营建署的时候 有问题 他的长官之前是姜仪化 后来是这个李鸿源 都要有问题啊 你自己也没有连坐啊 所以你到底在查什么 你这个正本专案 查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另一方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大家刚刚才讲到说 我们现在跟巴西之间 刚我们刚才论 你没有看到 你看看 我们在台湾这块 请看到一下 平均1%VS99% 我们现在贫富差距是非常之大 而在非常之大的时候 可是你看 我们今天财产公报出来的 罗英雪光是存款 就有六千多万 而且呢 房子古董字画都有 再来呢 这个原建生也是有不少钱啊 四千多万 还有美国也有房子 我们今天看到并不是说 他们的财产不可以拥有 而是说 这样的一个情形 到底我们的执政官员 我们的内阁 我们的有钱的内阁官员 了不了解民众的疾苦 像这里光是一个 余佑任的字画 就有两千多万的价值啊 不过 罗英雪说 这是他先生赚的 我们看到这个 刚刚出来的这整个的 监察院公报最新的内容 不只是他 整个还有哪些官员的财产 我们为您报道 监察院公布最新的 连政专刊 摊开李鸿源申报的资料 一看 除了有一千一百多万的存款外 最惊人的是在双北市 拥有六笔土地 二十三笔建物 容认内阁房产王 那是主产吧 那怎么办呢 那也没有 我们也没有买卖 也没有什么 那个 这个跟草房囤积 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 韩渊强调是主产 但像李鸿源一样 是残QR的 还有他 曾经派驻印尼和北美 让国防部副部长夏立言 对投资更有国际观 申报资料显示 除了有上千万的存款 更有多达 二十四笔的土地 和四笔建物 财政部长张盛和 也不遑多让 除了无比不动产外 还有两千多万的存款 就连交通部长叶匡时 户头都有上千万的存款 百姓就没有这么好赚 官员特别的 对啊 我们看到呢 百姓就没有这么好赚 大家看到呢 怎么大家都这么有钱啊 假如这么有钱 那大家讲说 他的钱如果是正当来的 没有问题啊 可是你再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在昨天 检方约谈的 这个一共是七个人 大家说是五个评委 可是有两个 另外有两个是官员 到底是哪些人 我们今天为大家大曝光 这里面呛记者说 记者又怎样的 就是前 城乡发展局局长吴启明 另外迅后请回的是 郑瑞臣 5月30号已经约谈的是 朱涕之 那么现在叶士文 副县长是收押的 那么其他 是不是迅后请回的 这两位 施宏敬还有王东勇 这个我们不确定 他们到底 昨天有没有约谈 可是我们知道呢 比较严重的 就是有两个 移送负训的 一位是吴启明 一个就是我们讲到 陈志清 他是公务局的股长 所以这里面 到底合约有查到 什么东西呢 所以您可以看到的 这整个桃源线的 这个部分 还有当中的评委 为什么全部的委员 三分之二出席 外聘的委员 要三分之一出席才可以 可是他们刚刚都符合 这样子一个标件 所以这里面 真的是疑点重重 而同样疑点重重之外呢 我们要讲到的 就是在今天 大家说呢 选举也很热 这很热就会牵动到 新北市 台北市 甚至是2016 你看在今天呢 这个整个的科批 已经胜选出来了 可是科批胜选出来之后呢 是不是下礼拜三 民进党真的就推他出来 也不能讲推他出来 而说民进党我不推人 我就认同你是在野大联盟 但是吕秀莲 沈富雄 他们那口气吞不吞得下去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就是也传出来一个 就是说朱立伦 可以职工2016了吗 原来就是呢 疯传没说的 原来就是说 金普聪去劝马英九 说你如出港的大船啊 你会离岸越来越远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 秦森大哥遵命这里 他说呢 当时说无意选新北市长 他要直接角逐2016 推荐侯友宜代党 但是真的会照搭这么一个做法 真的会这样做吗 2016大选当中 您可以看到 大家都在这边跑 真的是朱立伦 跑第一棒吗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民调当中 ET TODAY的这个民调 如果说朱契连任的话呢 35%是支持 就是职工的 但是如果说呢 你先选新北市 再去选2016的话 支持度就变少 反对就变多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你真的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子啊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到柯P 今天怎么说 结果在送民进党中指挥去讨论 因为这不是只有民调的输赢 还有牵涉到 互选架构价值理念 在上面大家都讲 有民进党中指挥来处理 我们就不要在外面自己讲 在大联盟的整个 本来就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然后 所以就一开始我讲 这不是什么从此 王子跟公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还有另一方面呢 也牵动到这个部分 除了弊案之外呢 就是张志军 张志军即将来到台湾 这一次的见面之后 爆出来说 是不是有所谓 之前袁建生在的时候 就有一个两岸的秘密小组 就是要达到所谓的马席会 然后呢 如果说服帽货帽过了以后 就可以见面 可是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 大家讲到张志军这次要来 不知道是不是帮国台办范立清讲到 中国人民决定台湾前途的这个口水要来收尾 总之 他的行程呢 6月22到28号 从桃园走外围 到新北市 没有到台北市 然后到台中市 在彰化市 再到高雄市 也避开了蔡英文跟赖清德 所以呢 这里面真的也是充满了玄机 广告就回来 我们还要来看到的 就是在今天的国道之上之外呢 还有马总统 今天在警察节当中 他到底说了什么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晚报的现场 提醒大家 真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哦 今天晚上呢 就是因为台风很担心 第7号台风呢 哈吉被会形成 所以在东南部绿岛蓝雨 要特别注意 而且气象局刚刚说 入夜之后要特别的小心 好 广告就回来 我们还要告诉大家 刚刚呢 有关于罗英雪财产的这个部分呢 今天还有一连串的反应 我们稍后回来